理多人不怪,有理人人爱 但是啊,孙子兵法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越南语是一个在语言上非常注重礼貌的一个语言 我先不说其他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践到 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但是在越南语里面,一个简单的细节 就能够看得出这个人目前的情绪如何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人在称呼另外一个人用了某个字的时候 他是不是对那个人其实是有轻蔑的意思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让各位知道 你在如何正确的时间说出正确的字 来表达你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你在正确的时间 得知你是不是在别人的口中 其实没那么友善 首先啊,这个组合就是 美刀 美圆US刀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那个美圆的美刀 我们中文或者是各位从小到大接触的英文呢 都是you,me 或者是你,我 这么简单的一个结构 但是越南语大家如果有学过也知道 要搞清楚关系之前啊 基本上都是要知道 你跟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 辈分甚至是年纪 如果你们是同辈的话 那同事啊,年纪就要分清楚 所以越南的女生年纪都是藏不住的 比较娇修一点的啊,比较含蓄一点的 他就会先问你的年纪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他应该是M或者是G 你今天如果你使用到了美跟刀来称呼彼此的话 那么基本上已经快要兵戎相见了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一下有几种情况是在使用美刀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不友善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同辈分的时候 同辈分通常是在同学之间或者是同事之间 这个时候呢,使用美刀显示出这两个人其实是非常麻紧的状态 两个人的交情是非常好 所以美刀其实是非常的极端 要么是极差,要么就是极好 第二种情况呢,通常是在同性别之间才会这样子使用 如果你是跨性别的话 那么就是这一对男女会使用美刀 那肯定就是好哥们 他们要么就是同学,要么就是同年纪的同事 然后交情又非常的好 他们才会用美跟刀来互相称呼 因为使用美刀呢,是对于年纪比你大的辈分 或者是年纪比你大的长辈呢 这个形象是非常的差的 各位要记住,越南是很爱骂彰化的民族 但是你一旦骂出彰化,你的形象就崩塌了 非常矛盾 也就是说,彰化跟美刀呢 他相当于你形象的一个扶龙锁 一旦你打破了这个扶龙锁之后 你这个人斯文的形象啊 可能就是荡然无蠢 所以要谨慎使用 所以当你气到不行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的不爽的时候 或者是你就是想要表达 你想要跟他撕破脸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勇敢的去使用美刀吧 好,第二个是在称呼第三人称的时候 所使用的用词 它叫做 光 万万没想到 光这个孩子的用法 居然也是一个不友善的用词 但是各位别忘了 光也是用来称呼动物的 而且这个称呼是用在女性的身上 男性呢 就叫做 躺 没错 躺是用于男性 而光是用于女性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所用出来的一个情绪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用在什么情况呢 例如说你说他 女生的他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会说 过的 节的 ma 白的 但如果我们会说 光的 光的 甚至我们用了 达 就是那一个的时候 这表示你非常的不悦 非常的轻蔑 对他之间的关系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辈分啊 关系上的连结 所以你这样子叫 你是没有包袱的 这是第一种 比较没那么不友善的状态下 第二种呢 就是已经不开心了 已经看不起他的情况下 你用 充分的表达出你对他的不屑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用词 宏理 如果你说 躺的 躺A 也是一样的 譬如越南语里面会很常 用羞辱的字眼 下去形容对方 譬如说 那个女生是妓女 他就会说 躺A 是一个非常极端 羞辱的一个词汇 所以 我是建议各位听过 知道就好了 以后你在听人家吵架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听到这个词汇 但是千万 千万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们就不要去用这个词汇 破坏你的形象 没有任何价值 用于男生的时候 可能最常说就是 Tanggye 就是狗娘生的 也是一样 他们之间那种羞辱的程度 是非常极端的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 祖自辈 就是祖父祖母 长辈 对下的时候 你这样子称呼 小孩子 他其实是还好 他不算是 就是你有本钱 可以去轻蔑他 那当然他也不算是轻蔑 他已经是一种 辈分上的一个高对低的称呼了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算是具有攻击性 常常其实也有长辈的时候 江泥 他都会用江来形容某一个孙子 或者是某一个女儿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绝大部分 可能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使用它 Tang 本身呢 在越南的民间故事也有使用到 例如说 这时候的Tang呢 他其实并不是对他有攻击性 或者是有任何的轻蔑的意思 他单纯就是因为 这个Tangguya 这一个人 他跟你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辈分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你没有必要 保持你跟他之间的 特别友善的 或者是礼貌的说法 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 厘清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你知道这两个字 在说出来的时候 他有70%的情况下 是不友善的 这样子就OK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应诺的时候使用的语言 什么语言呢 大部分的教程里面 都会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使用Veng 使用Veng 亚 亚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应呼方式 Veng 亚 亚 等等 但应该很少有人告诉你说 其实如果像我们中文里面的 嗯 就是一个不礼貌的用词 这个不礼貌啊 也是可以表达出 你当下不友善的情绪 但越南语不是用嗯 越南要做呃 所以你在打字的时候 就是用呃 在说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用呃 呃 那你一开始用呃的时候 其实 你会被当做 他是外国人 他不懂 如果你平常就已经习惯用牙的人 不然间 你不爽了 然后你用呃 其实对方是能够感受得到你的情绪的 当然这种情况 如果是上对下 例如主管对于员工的时候 主管是没有必要牙的 他说可以合理的说呃 长辈对于小孩子 也是一样 可以合理的使用呃 因为你没有必要对他用禁名 所以这个呃呢 本身他的攻击力 并没有那么强 但是当你是从一个牙 或者是用vm的状态下 转为呃的时候 这个情境之间的转换 就非常的明显 就能够充分去表达 你当时的不悦 或者是你正在对话的这个对象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你就能够去感受到 他对你的不悦 或者是他已经不开心了 就是他对你是有攻击性的 是不友善的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没有主持 没有主持 其实非常的糟糕 例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里面 就给越南人一种标准的冷冰冰的感觉 也没有主持 如果是友善的方式 你应该是 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时间 就问到了 有空吗 在吗 然后就去觅人家 你就会问 不敢弄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 令人想翻白眼 他有一种好像 有空吗 但你实际的表情可能是 嘿有空吗 就是非常反差 你没有主持 对所以 越南语没有主持 是非常不友善的 曾经在五六年前 也曾经被 同事给纠正过这个问题 我说 呃 是谁有空过去载你 然后我也是一样 你会问对方说 我让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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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你要加上对方的称呼 我让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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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对方的称呼 就是好像是你向空中投了一大把的飞标 你根本没有目标 你随便乱投 然后无地放识 这样子 也就是我说 新早 并不是正确的你好 那你要问越南语的打招呼 问你好的时候 正确来讲 新早并不是一个及格的你好 因为他没有主持 到底谁 向谁问好 不清楚 所以省略调主持呢 也会让这个对话呢 感到非常的冰冷 然后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 当然如果今天你是有在情绪上的话 也是可以藉由省略调主持这件事情呢 来表达你的情绪 OK 那以上呢 就是简短的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内容对你是有注意的话呢 就帮我点个赞 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拜拜